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不管是资深发烧友还是小白 再好的表如果没有带象也不能买 这个带象包括但不限于颜值 带象是一种系统性的考察结果 研究发现如果你的表有一种 我们借用口腔正极学的术语 现样体容貌的话 那么带象多多少少就打折了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记得气 大家好我是刘行力 万表独发的测评有一个很独特的维度 那就是产区级别 用桥牌规则的花色表示 比如百代斐力 江人丹顿 劳力士等品牌 都是黑桃级别 甚至帝舵也是 劳力士跟帝舵是姊妹品牌 曾经共享零件 后来拉开距离 但注意 唯一共通的地方就是设计 如果要设计一款买得起的劳力士 干嘛不用同样的设计呢 配置可以降低 但颜值必须保持 百代斐力 由于它神一样的存在 大家对测评结果争议很少 但劳力士尤其是帝舵 凭什么呀 经手的样本多了 会发现 从帝舵的侧面 可以看出劳力士的设计 没有做作的曲线 而是非常挺拔 这种不容易被察觉的地方 决定了日内娃品牌的高评级 都是演员 有的既可以平衡颜值 也可以平衡演技 但有的演员就只能平衡演技了 万表评论广泛流传着各种鸡汤和金句 但也不乏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观点 测评软件 万表读发 就是把这些理性和科学思考的观点 整理成测评算法 让同样理性思考的人 能用来当作万表评估的工具 当然了 万表读发也有bug和缺憾 比如万表的指标可以量化 但还是有局限 尽管如此 测评算法里确实融入了一些 对美学的量化指标 并且折迹到测评结构里 比如日内娃产区的品牌 是最高等级的花色黑桃 再比如一款表 如果厚度小于8毫米 就被界定为超薄 算法里都有体现的 但是也有一个测评 到目前还没有实现的 那就是万表造型的比例关系 因为某些数据采集有难度 比如万表的厚度 这是表尔间距 还有纵向的表尔间距 目前只有我一个 德国同行的资料里可以查 但是表尔间距 尤其是纵向表尔间距 只能靠手动测量了 厚度显然是在测评中 被忽略的一个重要数据 比如瑞士万表四大产区之首 有几个权威品牌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品牌有权威呢 除了各自擅长的复杂功能和做工之外 厚度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日内瓦产区的表总是比较薄 其实如果你放大观察视角 也很容易理解 系统性的把腕表放在手腕上就不难发现 薄等于高雅 而薄的表比较容易做得挺拔 而它的反例我找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就是现样体容貌 嘴巴凸下巴缩 这是现样体容貌的特征啊 为什么不美 因为它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与鼻塞引起的嘴呼吸高度相关 甚至与吃软饭有关 长期吃软嫩食物导致下颌退化等等等等 另外某些人群洗食热辣烫的食物 等把热烫食物送入口中 为了缓解口腔的热辣感 无形中也在用嘴呼吸风冷降温啊 再加上大支食物悬停时 用嘴唇抿住并努力地往嘴里送 长此以往上嘴唇异常突出 也成了现样体容貌 长期的嘴呼吸迫使下颌后掠下摆 那么腕表里有没有这种 包牙缩下巴和斜巴的脸呢 本期所讲就是想提醒大家避开雷区 按照可恶腐朽的西方标准 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啊 就是脚短而凸起的中脸 可以衬托眼睛的层次 和谐的三长 就像三维一样啊 上中下脸长的比例 还有额头不厚略下巴不厚缩 甚至这还被赋予了某些社会学意义啊 一个坚实的下巴等于坚毅自信和健康 这就是挺拔啦 突起的中脸和发达的腮帮子 形成腮凹 公认是美的要素之一 这个我讲伯爵超薄的时候提到过 脸部的三维呢 它指的是上脸长度 中脸长度和下脸长度中间有一个比例关系 但公认的是中脸短的比较美 这个中脸实际上对应的是表壳 据说男子的腮帮的理想角度是125度 显然这个插图里这个人的腮帮子有点阴柔啊 但是腕表的表耳有没有一个理想的角度呢 一过于弯曲的表耳就相当于扁平的额头和后脸的下巴 二无故突起的表径就相当于阴沟鼻子 三故意缩短的表耳无形中增大了中脸的上褐长度 腕表的比例关系可以套用人脸的美学比例 大表流行与潮流摆动啊 我们先搜一下哪些标款声称把表耳缩短了 咱们说一下病例4啊 这款表是2010年推出的 2018年下架 容貌是原因之一吧 你觉得呢 病例5这个设计者一定以为他自己的设计挺有特色啊 病例6 健身器材就别提长相了吧 腕表设计的嘴呼吸啊 主要是表壳过厚 正常的鼻呼吸舌头是贴住上盒的 嘴呼吸迫使舌头位置下降 下巴厚缩 为嘴呼吸流出通道 嘴呼吸通道就是舌头与上盒的空隙 对应着腕表的机心厚度 至于说表壳本身不厚但不挺拔 我只能说设计师缺乏系统思维吧 没有把腕表放在手腕上考虑 绝大多数的现样体绒帽腕表 是由于表壳过厚过大造成的 而大表流行期间现样体绒帽比例增加 多为低端表 为了让表壳显得服贴 设计师不得不让表壳过度弯曲或者是倾斜 并立7 就你这么厚这么卷 还想对标劳力师 同品牌的不同款式 既有健美款又有现样体绒帽款 有趣的是明星设计师 比如尊达和迪诺摩多罗设计的表款 目前还没有发现现样体绒帽 原因有二 一雇主多为高级品牌 自然对厚度有限制 二 你大师还是你大师 IWC工程师万表 保持了尊达改进的SL型的设计 虽然因为机芯的原因 表壳很厚 但没有出现现样体绒帽 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的 这个是Dino Modelo设计的 帕马强劲的通达 侧面看还是很挺拔的 因为担心观众可能会产生不适 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 先感谢大家的陪伴 你怎么想 我还要往下说吗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们的思考框架 并不要求大家完全得出结论 不管你是有不是的感觉 还是对本期内容有任何看法 让我们知道 让大家知道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